佳輝 怎麼又是Depresso 我要等下一句咧 很開心,剛才佳輝講到一個點很對的 我覺得應該是這一輩子的唯一一次可以拿最佳最唱歌曲獎吧 為什麼呢?下一次就不合唱了吧 我說唯一一個女歌手我應該會一直發專輯合唱 因為我不想每一個女歌手都合唱一次 會很累耶 因為做一個理性已經要... 什麼叫做一個理性 可是你女朋友也不只一個啊 也換過幾次嗎? 他要為了要有新歌一直分手有沒有 他分手又有新歌可以出來 其實我在以往的翻獎典裡拿獎我都會覺得說很緊張 然後覺得謝謝謝謝 就是有點感恩的 然後今天我覺得說我應該拿這個獎為什麼呢? 因為跟他合作真的一點都不簡單 我也是不簡單,因為他的key很高 他key很低 所以我們要講那個中間點其實是很難的 那其實你這次算是第一次歌手身份獎的獎 真的耶 我覺得特別有意義 就是因為在自己家就是得到這個獎 剛才你知道我跟... 我在就是... 無論是等候事也好 或者剛才我坐在等GK隔壁 然後我就有主人家的感覺 然後... 所以沒有一次好 他 ricle Well... 來來來來來你 要andAloji 他來來去 就是988自家的事嘛 所以也就是幫忙招呼人一下 所以特別興奮啦今天 好的 謝謝 我們來我們來 這個backdrop那一邊就是... 看到很多藝人朋友啊 他特別強調的是... 吳嘉輝老師 nya 有 沒有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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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 其實我覺得很感恩 然後 不懂怎麼講 就是覺得創作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一開始 對我來說是一個情緒上的抒發 可能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寫歌的時候的一些心情 可是慢慢的變成了 我一個生命中很重要的 一個里程碑 對不對 然後今天我覺得雖然我還是在馬來西亞 就是躲在房間寫歌什麼 可是我畢竟我很感恩 那三年在台灣 新加坡 都有流浪過一段日子 然後認識很多朋友 所以每次去到頒獎店大家都說 我喜歡吳教會老師 其實我把大家看成是朋友 在音樂上一起努力的夥伴 然後如果大家這樣子講我 我會很開心 還是虛偽一下 還是很緊張 因為創作歌手獎對我來說 創作這兩個字太重了 我可以說是奉獻了整個 生命或者是前途 或者是愛情感情金錢 全部都投入在創作上 創作上 那當然 佳慧這一次呢 有以個人的身份得獎 然後也有The Impresso 得到這個對唱歌曲 對 那請問接下來 你的主要發展 會主力發展 會主力發展 Impresso還是主力發展 吳佳慧 我覺得都有啊 都都有 就是希望說想要 讓馬來西亞 我覺得主力發展應該是在創作這路上 音樂 我覺得馬來西亞 經歷了很多代的音樂人 然後我們的音樂作品都流傳到海外 甚至全世界 所以希望說我可以是其中的一份子 這樣子 好 謝謝佳慧 謝謝 好 謝謝